欢迎收看1月22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沙巴最大贩毒集团乌碧党落网的11人 包括拥有拿督头衔的集团首脑拿督马斯兰和同伙 今早被押上了亚币地庭 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驻守在法庭外 并由核枪实弹的特警押送被告到法庭 确保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这11名被告被控从2015年到2023年12月24号 犯下有组织犯罪活动 由于案件移交高庭审理 因此地庭法官诺哈菲扎没有记录被告是否认罪 案件则定3月1号过堂 大马警方是在去年的圣诞节凌晨 倒破了这一个沙巴史上最大的贩毒集团 首脑拿督马斯兰坐拥12家公司 更通过赞助非政府组织塑造成大慈善家的身份 企图为自己漂白 槟城大三角一名替大耳龙当跑腿追债的 31岁华裔青年周汉兴 因为放火烧欠债人的家 今早在推示厅被控蓄意纵火 律师被被告求刑时说 被告有一名孩子收入只有1800令吉 因此要求轻判 再加上被告因为另一宗刑事案件 被判监禁三年半 目前还在霹雳州打巴监狱服刑 因此希望刑罚能够统计执行 被告认罪后被判监禁48个月 刑期从去年11月29日被捕日算起 同时也需要罚款5000令吉 但被告表明不要罚款 因此需要坐牢多6个月替代 马六甲两名华裔男子和两名印度籍男子 看准了电讯公司网络多功能服务站点 接收卡里面的金属铜有价 在10天内涉嫌合伙盗取总值大约65万令吉的442张接收卡 今天在爱及勒推示厅面对24项罪名的提控 但4名被告都否认有罪 推示余令 两名华裔被告各以9万7千令吉保外 两名印度籍被告则各别以3万7千令吉保外 案件都在3月5号过堂 今早一驾罗里失控猛撞五辆轿车 甚至直接将其中的一辆轿车压在罗里下 晾成二死一伤 死者包括一名正准备去上学的10岁女童 这种车祸于今早大约7点在水州万金龙溪路发生 消诊局接货头报后立刻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招货罗里被指在行驶途中 失控冲入右车道将载有三名死伤者的宝藤轿车压在车下 从现场照片看到三名死伤者完全无法脱身 只能等候救援 根据了解 女童当时由家人载送去上课 没想到在半路遇上车祸而丢命 柔佛德西家墨昨天下午发生了死亡车祸 载有7人的修理车因为超车不睡 和3辆轿车发生连环状酿成一死九伤的悲剧 修理车的58岁男司机头部受重伤 当场死亡 车上的6名乘客都受伤 和另外3辆轿车的伤者被送到医院治疗 一辆载有16名中国籍旅客的旅游客货车 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云顶上山靠近乌统在野的路段 突然失控冲入左车道 导致1人受重伤 司机和另外15名乘客受轻伤 救护车将重伤者带到文东医院接受治疗 其他的伤者则由旅游客或车公司送到医院检查 来看社会新闻 一名餐饮女业者怀疑是和中国籍伙伴 因为退还加盟费的问题 遭到对方骚扰恐吓 让她饱受困扰 不堪被骚扰的是主梁立林下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寻求帮助 他在记者会指出去年6月收到一名来自中国厦门的女子咨询 声称有意加盟他的连锁咖啡店 双方洽谈后按照规定缴付3万令吉的加盟费 他也派员前往中国培训准备加盟事宜 但三个月后对方因为未能敲定地点要终止合作 并要求他退还加盟费 他在咨询律师的意见后同意退还一半的加盟费 对方当时也同意并签下合约 但没想到对方收到退款后 竟然在网上造谣和抹黑他是诈骗犯 还记名指导他的住家 甚至转发很多虐杀小动物的视频和照片 让事主精神快崩溃 在事主报警后 对方依然态度嚣张 他说对方要求他退还剩下的1万5千令吉才会收手 但他因为双方已经签署合约拒绝让步 大马警队近来接连爆出丑闻案件 踏入2024年才22天 雪州便有11名黑警因为违法被控上法庭 雪州总警长拿到胡仙透露 这11名被控的雪州警察共涉嫌两宗刑事案件 违法警员的上司也会被调查 胡仙说 雪州警方认真看待警员违法和违反几率的现象 警队将在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组设立两个特别小组 进行监督和调查 首相拿到斯里安华早前说 难以调查包括蹲在内的大人物 前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就公开反驳了安华的这一个说辞 强调难以被调查的是首相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以及副首相 他更直指只要支持政府即使面对再多的指控 都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 他甚至挑战首相安华今天就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 以面对人民的考验 马哈迪今天在首要领导基金会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以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为例 指达因虽然有敦的头衔 但他家族所拥有的大厦也被查封 反映出要调查敦事很容易的 马哈迪说他历经了五届大选 虽然人民在这期间也有机会让他下台 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因此马哈迪叶挑战安华在今天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 马哈迪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体制 而是在人的身上不能够把人滥权造成的过错 归咎在体制上 来看国际新闻 台湾高雄昨天发生了一家五口城市家中的伦理悲剧 这一对年轻夫妻疑似不堪经济的压力 带着三名年龄介于三岁到七岁的孩子走上绝路 根据初步调查 死者夫妻分别是临性男子和原性女子 在八大行业上班的原性女子周日晚上因为没有去上班 同事报案后才揭发这宗命案 警员和消防员破门后发现家里门窗紧闭 一旁发现有碳盆 一家五口都倒在床上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根据了解这家人最后一次进出大楼是在20号 判断命案已经发生一天 中国广东接洋荣城区上周发生了民房电梯 从六楼坠落的事故酿成饿死饿伤的悲剧 当时经营鹅肉生意的王先生带着房东 七舅和一名员工乘坐电梯到六楼的洞库存放鹅肉 布料电梯抵达六楼 房东准备去开电梯门时 电梯突然坠下 王先生和房东死亡 另外两人则受伤 美国一家科技公司18号在印度举行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 布料负责开场表演的执行长和总裁乘坐铁龙从天而降时 铁链突然断裂 两人从超过4.5公尺的高处坠落 执行长沙阿在抢救后宣告不治 重伤的总裁达特拉还在治疗中 换个焦点来关注尾巴的局势 以色列总理尼丹亚胡拒绝了哈马斯以释放人质作为条件 换取结束本轮以巴冲突的要求 坚决不撤军 以色列目前还有一百多人被扣押在加萨地带 哈马斯则表示 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必要步骤 并承认他们在行动期间可能犯下了一些错误 不过却没有说明他们犯下的是什么错误 一年选举委员会周日晚上在耶加达举行了2024年总统普选的第四场辩论 三名副总统候选人马福德、穆海明和吉波郎针对能源、自然资源、粮食、碳税、环境、农业、社区风俗和乡村的主题 提出了各自的愿景、使命和计划 进入冷冷的冬季 中国各地已经陆续开启了冰雪活动 北京朝阳公园的亮马和冰雪狂欢节更是打造了一座冰雪乐园 让人们能够体验冰雪带来的欢乐 新闻的最后去看看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